2020年是混乱的一年 许多国家依然在新冠疫情中挣扎 经济一蹶不振 雪上加霜的是 经济不景气为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 继美国爆发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 印度爆发反对农业改革的示威游行之后 印尼也被示威游行席卷了 10月5号 印尼通过了一项综合就业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 印尼人民的怒火也与目前的经济形势有关 这项法案被一些人誉为经济的福音 说这项法案简化了印尼复杂的投资过程 方便了外国资本进入印尼 但还有人认为 这项法案是在剥削工人 并且还会破坏印尼的生态环境 表面上是对经济有好处 实际上是给那些污染环境的企业打开绿灯 最终影响的还是本地人的正常生活 有抗议者在接受采访时说 政府正在和外国企业密谋窃取我们的财富 据当地媒体报道 由于反对印尼国会通过创造就业法案 印尼多个劳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抗议和罢工 当地媒体援引印尼工会联盟主席 塞伊德·伊克巴尔6号发表的声明报道称 此次罢工行动将有来自雅加达、四水、聚港等地 32个工会的约200万名工人参与 报道还说 雅加达警方已在印尼国会附近部署2300多名警员 以应对此次事件 8号 抗议者的示威还在继续 仅在北苏门达腊的棉兰市 就有超过1000名抗议者走上了街头 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街头 也有数千名抗议者在游行 抗议者在全市多个地点都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棉兰市警察局局长苏纳科曾经对着抗议人群喊话 表达诉求可以 但是你们必须遵守社会秩序 任何做出违法行为的人都会被坚决处理 警察一度动用了摧雷瓦斯河水炮车 印尼全国的局势更加紧张了 有专家表示 印尼爆发的示威游行反映了广大基层人民的不满和愤怒 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了新冠的打击 但是基层人民受到的打击最大 印尼政府不大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来弥补工人们的损失 反而推出了这样一项法案 而且在进行改革之前 也没有和工人们进行有效沟通 导致不少政策被曲解了 最终造成了这幅难以收场的局面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印尼政府还是没能打通倾听民意的渠道 未来或许还会发生其他暴力示威游行